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家常菜 芦笋炒虾仁 虾仁剥去壳 留着尾巴 用小刀在它背后破一刀 差不多破到虾仁的二分之一的地方 然后去掉虾馅 这样做的时候又容易熟 然后做出来又漂亮 虾仁通通破好后 我们把虾仁先浆一下 放少许盐 然后一个茶勺的淀粉 再一个茶勺的料酒 拌匀 让它躺一会儿 接下来我们切芦笋 还是老样子 老规矩 第一刀不要怕它脏脏 然后经常芦笋头一刀两刀 都会很老 但是你不要把它扔掉 切下来以后用刀把它的皮这样削掉 然后等你觉得皮不老了 你就可以切滚刀块 前面的地方切小一点 到后来越切越大 就说明越嫩越切的大块 然后胡萝卜一片二刀定切片 简简单单准备工作就做好 我们准备两个锅 一个锅里面放少许的水 我们先开火 让那个芦笋烫一下 这样等一会儿我们炒的时候就 一翻炒就好 锅热放油 把虾排排座放进去 看它有点卷起来了 就给它翻个身 等两边都变粉粉的了 那我们就翻炒一下把它起锅 油剩下 把胡萝卜放进去 然后水也开了 把芦笋倒进 倒进以后不用盖盖 马上关火 因为时间久了 芦笋会变黄 翻炒一下胡萝卜 如果你不喜欢硬硬的 那你就煸久一点 但是你要管你的芦笋 煸炒到差不多 你觉得软了 我们就可以把芦笋先放下 然后我们调量 放盐 撒上一点盐 再撒上一点糖 最后把虾仁再倒进去 等被关火 再翻炒片刻 用它的余热 电池炉好 最起码一分钟之内 它的温度 跟你开着的差不多 这样简简简单单 一锅芦笋炒虾仁就好了 那芦笋和虾仁的营养价值 众所周知 其实每一个菜 都有每一个菜 它自身的营养价值 只是你要做出一道 好味道的菜 除了需要你自己调出自己喜欢的味道以外 那么菜与菜之间的搭配得当 也是很重要的 那大家一天忙忙碌碌下来 都不知道要吃些什么了 这个时候请你们进入我的视频 希望我能帮到你们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